我們今天會講到 我們會有不同的事務功能的小組 能夠訓練大家 以及給大家機會去操練 首先我們用一些經文去激勵大家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節一起讀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 服侍我的人 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 我復必尊重他 大家記得我們用這個 講道法叫做什麼 發揚神聖情講道法 在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神的聖情和美好 為什麼聖情和美好呢 就是祂很欣賞人服侍祂 有些人說 服侍祂當然欣賞 但其實服侍神的時候 其實就是服侍人的 祝福人的 其實就是神很想不同的人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當我們服侍神的時候 其實是祝福人 神就很想我們去祝福人 當我們祝福人的時候 神就很欣賞的 這個第一就是祂很喜歡的 你任何一件事 做了一個小小的弟兄姊妹身上 一杯涼水 神都會歡喜的 變成一副事來說 神又給我們動力的 基督徒信主自動會有心想救人的靈魂 自動有心想去更生去改變去幫助人的 那這個是神佔的動力 那我要感謝神 就是說神產生這種的生命能力 譬如一個對比 當有些人有邪靈的時候 他們的生命的表現是甚麼呢 想自殺 想低層 憂鬱 沒有盼望 就是那個生命的果子就是這樣的 但是神的生命果子是怎樣呢 就是人就會很想服侍人 很想祝福人 生命想改變的 這個就是神的生命進入人的裏面 生命就會改變 想祝福人 不會覺得是吃虧的 甚至出錢出力 都不會覺得是吃虧的 同時神又會大大的賞賜 這個就是神的恩怨 就是神是大大的賞賜我們 所以我們有服侍的動力 我們都要把榮耀歸給神 是神感動的我會服侍 而神又會記念 神又會加添力量給我們 除了聖靈的能力 聰明智慧 神都會給我們經濟的能力 譬如我認識彭學年博士 他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他撞車 他的肺子collapse 了 就是那個肺 我不知道怎樣回來 好像塔了 然後就呼吸不到 他就跟神講 他的心講 那時候也講不到話 那個肺塔了 他就說神啊 如果你救我 我願意去生日去服侍你 神就救他 即是真的 他是好返的 他回到香港 做基督教的學校 和這個興學正經協會 就是透過教育 去傳福音 怎樣去幫助老師 但是他根本沒有錢 怎樣開學校呢 他就怎樣呢 他就跟那些人講這個異仗 跟著那些人就支持他 所以他就開 我以前教書 就是在生命中學 就是他開的中學 後來他又開了一個興學會基書院 還有這個興學正經協會 都是他開辦的 但是他不是大有錢 拿著幾億萬來開的 是神供應的 所以當你的信心去到那裡 神就會為你開路 就像我這樣 我怎會想到 我要去那些地方宣教 帶那些錢去的呢 我是沒有想到的 但是神就供應 透過你們去祝福他們 這個就是 你有這個信心去到那一步 神就會為你開路 你有這個信心嗎 一步提升 神就會為你開路 供應你的需要 所以他不單止給你動力 給你聖靈的能力 給你聰明智慧 給你聖經的話語 給你不同的訓練 神就給我這個推動 想去訓練你 神也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所以神是全副裝備 給我們 讓我們出去服侍 又服侍的時候呢 又怎樣呢 天闊又怎樣呢 尊重 就很體重這個人 哇 天上的負體重 是不是很重要呢 如果 李嘉誠 好看起你 有些人就覺得很厲害 哇很厲害了 李嘉誠 請我吃飯 其實有什麼 有什麼 這麼厲害呢 但是人就會覺得 這些很厲害 很厲害 但是我們天上 包括請我吃飯 是不是更加厲害 但是人就不覺得 這些東西很厲害 覺得神的愛是必然的 其實神的愛不是必然 神的愛是更加偉大的 所以我們說 哇 神是請我吃飯的 有些人說 天天錢下來給你吃什麼 的而且 神是供應我們的需要 給我們有體力 可以賺錢 有需要的一切 我自己呢 其實我曾經呢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的錢是用了的 神一直加添我 以至呢 我能夠去服侍 並且輕鬆自由 並且呢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以前有個人 當我來過香港的時候 他說 他祈禱 他說 他會回來 並且他會全世界都去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不可能的 但是呢 的而且我現在 已經去到很多達了 那呢 還會再去更多達的 那這個就是神 看錯我們 就會輕盈我們 你想神尊重你嗎 神會尊重你 當你就算做一件小事 就算今天在這個小組裡面 你鼓勵其他人 我們一起去服侍 哇 神就怎樣 尊重每一個 想不想 是吧 個個都被尊重 在這裏個個都被尊重 是不是很好啊 非常好 所以神是一個 推動者 是一個激勵者 好了 彈耶穌十二章三節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易的 必發光而生 直到永遠遠遠 這個講到的 也是神很欣賞那些 跟從祂的人 首先就是智慧人 智慧人 這個智慧人 就不是說到 哇 那些人的頭腦多厲害 那種智慧 是指到在神裡面 我們有神的智慧 屬神的智慧 愛神的智慧 愛人的智慧 當你愛人 你就有智慧去怎樣幫助人 有智慧去祝福人 神是會為你開路的 我也想講一個 侍奉的好消息 在香港的 馬利亞書院 有聽過 在深水埗 有沒有走過 在青山道 在將近這個黃金商場那裡 就是有一間的書院 它有中學 又有大學 就是跟中國大陸的一個大學合作 也都有夜考的 那現在校校呢 那個校董呢 現在和我是很好的朋友 那他呢 就開放我們去做福音工作 如果你有興趣呢 可以和我一起去 那校長已經和我聊了 暫時來說兩個禮拜一次 可以去做一些講座 跟著呢 可以為一些學生 去和他們聊天 和為他們祝福 那這個都是神給我們的智慧 那那個校長很喜歡 我提議的那些ideas 很多個講座 可以去 透過他們 來傳福音給他們 那這個都是神給我們的智慧 那你也可以參與幫助人 你的智慧就會加憎 越服侍呢 你的智慧就越加憎 你就會越懂得處理人的問題 越是處理各樣不同的類型的問題 神就會給你智慧 當一個人走在神的路上 這個智慧人呢 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一路永恆的 然後呢 那是多仁歸義的 即是為什麼呢 而聖經是義 即是為什麼呢 義呢 其實意思就是 遵從神的界明 就是義了 即是做神所吩咐的做的 那也有另外的意思就是信靠神 但就不只是說信靠神 信靠神 而有生命改變 即是說其實基本上就是 神的指紋 而聽祂說的那些 使多仁歸義 即是說 叫人去信主 和去跟同主 那些人呢 他就說到 即是一個提升 第一級就是智慧人 第二級呢 是祝福人的人 使多仁歸義呢 他就發光如星 直到永永遠的 是一路永遠的 當你看這兩句的時候 不是有些分別嗎 是有分別的 即是說祝福人的人 是極度永遠的 所以我們任何一種事物 我們經常都想是祝福人的 那麼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基督徒會有這個智慧呢 就是神給 因為神就充滿智慧 無論你做什麼 神都會給你智慧的 你做得更加好的 我認識有個基督徒 就是怎麼樣呢 他是一個 即是去很多地方教導 他說神給他一個智慧 去做一個生意 有時候有些人就覺得 做生意是不是基督徒應該做 其實基督徒都可以做生意 但是他做生意怎麼樣呢 他說神給他一個意念 做生意 他會賺到錢 他就去宣教訓練 教導 即是他有一個idea 這個意念是可以賺到很多錢的 而他就開著那個生意 然後他就可以有錢去善奉 這個都是神給人 有這種的聰明智慧 在這個工作 可能你去到一個樽頸了 不知道怎麼發揮 你就求神給你聰明智慧 怎麼去發揮 是神給人的 神給人有聰明智慧 其實輕鬆得性 發揚神聖 廣道化 還有茶經化 還有怎樣愛慕神 怎樣可以隨時有四年充滿 怎樣人 任何人都可以訓練到 有這個聖靈的能力 還有怎樣經歷四年報道化 都是神給我的教導 神就一路教我 一路教我 我就很想傳給大家 當你一路用的時候 你的智慧就加征了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智慧 神是賜智慧的神 我們一起說 神是賜智慧的神 叫我們成為智慧的人 神亦都賜給我們 是束縛人的心 叫多人歸然 而神又永遠紀念的 永恆的 有些人說 那發光又怎樣呢 發光又怎樣呢 在春馬修紀33章那裡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 神怎麼回答他呢 他說求見神的榮耀 神就回答他 我要將我恩慈在你面前經過 原來神的榮耀經過 但是他又說榮耀 他最強的時候 我就用手按著你 然後我一走到你 過了你 你看到我背後的榮耀 所以這裡說到 就是神的榮耀 帶著他的愛 所以 當你越是充滿神的榮耀的時候 你就越是享受神的愛 去到天堂 有不同的同神的關係 先講到有不同的人 有些是經常跟著高揚 最貼近那一班 就是當你真是使多人歸已 你就會發光如星 一路有神的榮耀在身上 神的愛在身上 直到永遠遠的 好了 萬替呼音25章45節一起讀 黃耀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 既不做在我 這弟兄中一個罪事都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這些人要往永遠旅去 哪些人要往名生旅去 這裏就講到一個警告 就是當人不肯服事主的時候 這個綿羊山羊的比喻 馬替呼音25章大家可以記住 就有三個比喻 講到世的末日 以及都是講到審判的 第一個就是聰明和愚絕的同侶 就是有聰明的預備好的 有五個愚絕的沒有預備好的 然後塔門也不准入 接著第二個就是五千、二千、一千兩人子的 三個仆人 那些忠心的神就說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那一個埋藏在地裏 就是有惡又難的仆人 這就是告訴我們 信主是必然有果子的 有果子是證明這個人 真信耶穌 那如果他 他說我 那些財幹都藏在地上 其實有些教會 那個牧師很好 很厲害 但是有很多人信耶穌 不過那些人每個禮拜就是聽道的 那其實呢 有時 他是沒有信到一個贊人證 讓個個都有機會發揮 其實他會說 他會說 你們要去服侍啊 服侍啊 但是的確很多人沒有服侍的 那我們的目標是個個都服侍 因為為什麼呢 你將來上天后 那神說 你做了些什麼啊 啊 業牧師做了很多啊 我們事務分裂課程很多啊 我們很多人出隊啊 那你有沒有 沒有啊 我以為他們出隊就可以了 但是神說 我們個個都要出隊 個個都 你說 那些所有神秘力的恩賜 你真是願意給神使用 你做在一個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身上 那些沒有做在主身上 沒有做在一個弟兄身上 就是沒有做在他身上 那些人用永刑啊 哇 那些人說 哇 不服侍主要用永刑的 那意思是這樣的 真信耶穌就可以得永生 得救永是 完全是憑信心的 不是靠行為的 是恩典來的 信耶穌就得永生 不過信耶穌呢 你就會想服侍的 你真信耶穌呢 你就會看到旁邊的人 未信耶穌 你會想和他傳福音 你不會說 我信耶穌 我上去天堂 真是好了 哈哈哈哈 我上去天堂了 你下地獄了 你不會這樣 你會很想別人都去天堂 那你有這個生命 你就會有這個表現 就會有果子 所以 如果你覺得 我過禮拜上去教堂 挺好的 我過禮拜受訓練 你不要停留在那裡 因為這個是警告來的 真是會往永刑裡去的 那些人往永生裡去 那這個經文也是講到恩典 就是 其實做一些 任何的小事 都是做在耶穌身上 神是會紀念 並且永遠在天堂裡面 這個是神的恩典就是 神永遠記得 並且在庆尚裡有說句話 他們作供的果效 要隨著他們 即是將來 你去到天堂 你想像 有沒有見過那些 英國皇室的婚禮 那個沙是否很長的 你將來去天堂 你就會後面拖著很多的榮耀 那些星啊 即是很漂亮的 榮光啊 你走路的時候 會跟著你的 神的榮光 是一路會隨著你 就是一路會跟著你 直到永遠的 那這個呢 真是一個很大的恩典神 即是這些作為 都永遠無紀念的 那而這裏呢 神是給我們警告 神是想人去永刑的 神是想人去得永生 所以神在任何真信耶穌 在他心中有神的人 都會改變的 都會感動人 其實我見過很多軟弱基督 不過有一件事都看到神工作 什麼工作呢 軟弱基督怎麼用到神工作呢 那些軟弱基督徒都說 神都感動我很多次 叫我悔改 即是在軟弱基督徒身上 都看到神的榮耀 不過他聽不聽話呢 你有沒有聽過那些軟弱基督徒 哎呀我最近沒有祈禱 哎呀我又犯罪了 哎呀我又沒有聽話了 有沒有這些的聲音 都是神提他 即是神不會說 你軟弱我不要你 我不理你了 不會的 神永遠都是提我們 所以我們任何經文 我們看到神的恩典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你會不會想我們都動一下 想動一下 闖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